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主题就是可以喝的星空水 还有彩虹水 这次我一共调制了两款星空饮料 一种是可以变色的 它会不停的变换紫色 蓝色还有粉色 另外一种就是渐层的星空饮料 这款渐变彩虹水制作方法算是最复杂的一个了 不过效果也是最美的一个了 那等你混合之后呢 它会变成很美的星空色 那坚持到最后可以看到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制作星空水 另外呢 还特意为大家准备了健康版本的 我想呢 很多同学已经知道它的原理了 尤其呢 是来自台湾的同学 你们一定喝过这种星空水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款既健康又养人的星空水的制作方法吧 首先我们用到的是这款来自亚洲的蝶豆花 用热水将它冲泡开之后呢 它会产生天然的蓝色液体 静置10分钟之后呢 它的颜色会加深 下面我们用到的材料呢 就是半枝柠檬 将柠檬汁呢 挤到一个容器中 然后呢 倒入普通的清水 将它稀释一下 再加入一些冰块 把它当作一个隔层 那下一步呢 就是见证神奇的时刻了 将你的蓝色蝶豆花水慢慢的倒入你刚才准备好的柠檬水中 你会发现颜色从紫色慢慢变成了粉色 继续添加之后呢 就会有这种蓝紫色到粉色的渐层效果 那我们这个健康版的星空饮料呢 就做好了 那制作彩虹水 虽说比较复杂 但材料也非常的简单 厨房就会有 我们先来调制第一层 在普通的清水中呢 加入蓝色的色素 然后呢 将蓝色的清水呢 倒入一个空的容器中 这是我们的第一层 这里呢 我用到的是有机折糖 大家也可以用最普通的棉砂糖 注意呢 千万不要用糖粉 糖粉是不会成功的 这里呢 是一cup的折糖 加入黄色色素之后呢 将它调成黄色的糖水 加入热水可以帮助糖快速的溶解 这里放的是两cup的折糖 也就是刚才放折糖量的一倍 加入清水之后呢 我们把它调成红色的糖水 这里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呢 用相同比例的清水来调配不同比例的糖水 然后将糖水打入到一个小口的瓶子里边 然后将黄色液体缓慢的滴入到蓝色的表面上 这样呢 它会形成一个黄绿色的渐变 然后液体呢 会悬浮到上面 而且不会混色 那最上层呢 我们加入的是红色 红色就是糖分比例最多的一层 那现在我们就做好了这款可以喝的彩虹水 那间层性控水呢 我用到的材料只有使用色素和水 首先加入紫色的色素 然后加入清水 混合好之后呢 加入冰块 然后呢 我们再加入一颗粉色的色素 这个时候呢 它会沉淀到杯底 你要用吸管轻轻地搅拌杯底 注意幅度不要太大 然后另取一个容器 加入蓝色的使用色素 然后呢 用清水加入 把它搅拌成蓝色的液体 然后将蓝色的液体浇注到紫色的冰层上 等冰层完全融化的时候 你的建层星空水就完成了 它的原理呢 是不同温度的水不会相融 当你再次搅拌的时候呢 它又恢复到统一的液体了 颜色就混合了 那最后这款看起来很酷的变色星空水呢 我也是用实用色素做出来的 用紫色的实用色素加入到水中溶解 然后呢 分别用小苏打 还有柠檬酸 两个粉末调成不同的清水 加入小苏打液体呢 会变蓝色 加入柠檬酸液体呢 它会变成紫色 甚至是粉色 好了 影片就结束了 感谢你们的收看 然后呢 我们下支影片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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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段时间因为我在生病 谢谢你们送来的祝福 我虽然没有一一回复你们 但是你们写的我都有认真的去阅读 感觉非常的温馨 我们下领难读 使用今天要是最大的 我们下领恐